今年的國慶大典 毫不容易脫下口罩 走過三年疫情陰霾 總統蔡英文也發表任內的最後一個國慶典禮演說 開頭除了回首過去的防疫之路 更強調上升的國防軍事肌肉 不退陣戰力提升 也提到七年多來的改革 婚姻平全法通過四年 也感謝軍公教夥伴的體諒 完成年金改革 更連續八年調漲基本工資 當然還有投入社宅的推動 然而同樣跟時間賽跑的 還有一步步要實現的二零五零近零轉型 除此之外 在這幾年飽受經濟停滯 以及通膨所苦的局勢下 更展現出臺灣強大的經濟韌性 財政穩健前行 總統也提到 除了反映在全民共享的消費券 普發現金 還有擴大租金補貼措施等 在國際上更用經濟實力 向全世界證明臺灣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更強調始終堅守四個承諾 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最後總統再次強調和平是兩岸的唯一選項 用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之要 兩岸分歧必須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 有的新聞李漢巴薩克臺北市採訪報導 公鬼 我 Gordon With Me 你 我